好手如云 竞争激烈的职棒圈 就好像是少林寺的牧人像一样 许多的优秀新人 许多的学武奇才 潜力还没有百分之一百被开发前 就壮烈成人 被淘汰出局了 廖宇纯和江柏青 也差点走上这条道路 两个人 一前一后加入了职棒 也都是球团第一指名的好手 没想到 球团还没有来得及看着两个人成长 就传出要被释出的消息 很惊讶 为什么今年才出在一场 然后后面时间在二军 那天收到消息的时候 当时有人在二军比赛 在嘉义 我说一天都要顶楼 我说怎么办 难道球运三涯就这么结束了吗 每天就一直练习 然后就准备二军的比赛这样 对啊 然后球季结束就跟我说 就叫我走这样子 就是还蛮错愕的 对啊 因为当时是算是统一的第一指名被选进 对啊 然后就是居然一年就没了 我也是觉得说难道我实际就是这样子的领导 对吧 只是这样的遭遇 对两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施从转机 赏试这两批千里马的伯乐 终究还是出现了 我被释出的消息箭报之后嘛 然后当天的中午 郭教练 郭县林郭教练就打电话跟我 就跟我讲说说 说他们领队有意愿吸收我过去 就是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样 然后问了我还有没有幸福 还有没有意愿想要打球 其实我想说 再给最后一次机会吧 再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然后我后来是记忆想说 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坏的 对啊 就是也是给自己一个教训说 要比较踏实一点 就是不要去先预设什么立场 就是一步一步他就是要走的路会比较好 那时候收到冲进 就是吴家人打给我电话之后 我就觉得还蛮乖乖的 但是他在说是打给我说 因为他那时候接到老板的通知说 他任命为同教练 他就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帮忙 我那时候听到电话我觉得 我会尽力尽为他帮这个球队 就是能够打好成心的感觉 把自己说今年是最后 可能有可能再打不好 可能就是最后一年了 所以我一切获必自然 练习啊 在球场上的一些态度 都有点跟第一年进来都不太一样 因为打当作是我最后一年 打不好就很想走人这样子 有着类似的打球背景 连进职棒后的命运也很相像 要说廖宜成和江柏青是对难兄难弟 一点也不为过 没有耶没想过那么多啊 没想到我们两个会这么坎坷 对 现在还有坎坷吗 现在不会吧 就是之前的过程 对 没想到命运会是相同 对 但是你不打还可以当老师的 你也可以当老师的 误人指定吗 职棒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从当初就是这样想 就是我不管怎样 不管不管我身体怎样 不管我状况怎样 我一定要到职棒床场看着 对 对 啊这就是那个 通义勤不准的那个啊 都投成这样了 还是拿不到胜头 我就觉得 怎么世界这样对我这么不公平呢